現在身邊有些大家都是有良心的人互相珍惜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他曾經做了多少 突然之間可能有天就是他進去了 所以互相繼續守望 繼續給予鼓勵 所以有一句話這麼說 齊上齊下就不是口腹 既然這個是一個信念的話 不如我們實踐 我們就一路都留在香港 有這麼多風險 離開了香港 為什麼又不留在外國呢 因為我本身就是有一些 屬靈上 宗教上有一些的使命感 就是要服務 要去服侍一些 沒有人可以幫到 或者他不想給一些其他的人去幫忙 但是他又會信任我 我不會扔下他們這樣 所以你說六千份之一的風險 我想這個風險大家都 這六千多人裡面都是有的了 我不覺得我跟其他人有什麼不同 既然有很多人都是在的時候 我都在那裡 我又不會覺得自己有什麼特別操言 有什麼要考慮什麼 保安局 都在說在二月份的時候才決定 那六千個如何處理 其實都不幸的 小弟其實都是那六千份之一的人來的 所以也有很多人都想說 不如走啦姜牧師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不如離開啦 無謂被你抽到算帳啦 那較早前呢 其實我今年一月份 其實我是離開了香港的 去到外地 那當然是有些私人的事務要處理 那也是想去照顧一下那邊的朋友 那所以到最後完成了的事情 我都是選擇回香港 那至於很多人都很不解的 就是特別我看到我在Facebook 都出了一個的post 是我拍著一個飛機 在雲層上飛的時候 那我就說 我暫別香港啦 那當然我暫別的 之後我都說得很清楚 我說我是會回來的 那很多人很多的網友 或者關心我的人都留言 紛紛就說 走了就不要回來了 哎呀姜牧師都走了 那很多不同的意見 就是對於我離開 但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就沒有忘記我本身想要做 和我本身正在做的事 所以其實我那次的離開 我是購買了來回機票 所以一定是回來的 那回來其實有些什麼要做呢 那剛才聽你說的 因為近來也有一些上當年的抗爭者被捕 那也都是我想可以講一個例子 就是講一下為什麼我又回來了 那當然有啦 就是這些走了去 一走了之不知多舒服 那特別講到就是 就是一月的時候我離開的時候 那我都是連續那幾晚都是大被蓋過頭 那就是一教訓天亮 那都沒有說去到有一點聲音 就已經很大的心理壓力 又會窄醒啊 又要發一下惡夢啊 那的確是很舒服的 就是好像彷彿呼吸到一些自由的空氣那樣 那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就是我自己take了一個break而已 但是我要再回來的 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裡的人還沒有take到他的break 所以我都答應了 有些的路程是要陪他們走下去的 縱使他們有些是離開香港 有些是從監獄出來的 有些是反過來是剛剛進入監獄 那這些都是我要回香港的原因和目的 現在你回到的環境 就是你身邊的朋友就 其實有陸續進去坐 好像今天都有最新的兩個 都是你的朋友來的 是嗎 是啊 今天就是香港時間 星期六的早上九點半 在西九龍裁判發言 就是處理一個在深水埗的暴動案件來的 那就是很詫異的 因為這件事其實我可能 略略提一提起 大家都可能有些共鳴或者有些記憶的 那因為這個是案件它之所以能夠成案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有一間的是黃店 那當時在深水埗區的黃店 我鋪著它 那它就是一間叫做響車仔麵 那當時警方有問到他們是拿白鑽電子的 那第一天在第一天的時候 就因為那個hard disk就不在店鋪了 那在第二天的時候就由這個店鋪的東主 經過商議之後就決定將一個CCTV 就拍到一些相當的 一些他們眼中的證據 那就是交了給警方 那這件事當時是惹來一個很大的迴響的 那你可以試想一下 那二十幾個的年輕人 其實他們從那時候開始已經在承受那個心理壓力 那直到是香港時間昨天的星期六 九點半 一路才有裁決 再有這個結果 那所以其實整個過程都陪了他們走一段路 看到他們由一個憤怒 然後慢慢去接受 然後再去到就是說 反過來是積極去發展一些個人的 一些潮流服飾的一些牌子 以至到他們可以支援他們的律師費 未來出來的時候 他們這個牌子是不是能夠繼續下去 其實本身這件事是很令人絕望的 但是就經過他們一個 一個這麼大壓迫的 催促的成長底下 令到他們很快地就已經找到一個新的出路 新的方向 甚至乎他們都向我揚言 就說我學出回來之後 他們如果公司是 就是繼續是營運得是 拖拖蕩蕩蕩蕩蕩蕩蕩 他們會聘請一些 和他們一起坐著的同路人 出來一起工作 不用等他 擔心有一個案底 然後就擔心沒有公司聘請他們 所以整件事原本他們是一個 叫做 受一個壓迫情況下的人 由他氣餒 由他接受 由他再將這份氣餒轉化成一個 動力 變成一個踏腳石 去到另一個層次 另一個觀點 另一種可以幫人的心態 這個我是看著他們的那個蛻變 是很神跡的 其實這件事 所以一講到他們 我都很慚愧 反過來我自己面對這個 曾經面對案件的時候 有沒有這麼快的事情 有他們一種這麼聰明的一材幹 去到由淚氣變成一個 祝福他人的一份福氣 所以我都是很以他們為榮 能夠和他們同路 也是我的榮幸 請問這個案件 我剛剛說的 它整個過程也經過幾年 是不是? 它們承受幾年的壓力 是啊 因為它們一直都是保釋到的 所以它保釋到變成就 其實有些人是這麼說的 還押了就做錯早走 保釋到出來的 當然都是覺得是有另一種的 是開心的 起碼是恢復到一個 在有限度的情況下的自由心 我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年輕人 他們的反應都很不同 有些是很消極的 有些是說我都進去坐了 我天天去去哪裡哪裡喝酒 去哪裡哪裡玩 哪裡哪裡怎麼樣 就是沒有為一些將來的東西去建立 或者是鋪排的 當然我不是去判斷他們 不是說覺得他們這樣是不對的 他們都是他們的壓力 他們都希望用他們的辦法去輸壓 但是我看到原來都有另一部分的 就是年輕人有另一種是取態 這個是很欣喜看到這樣的事情 他們的年紀有多少歲左右 就是年輕的十多歲左右 還有他們高 十多歲 其實我認識的那兩個人 就是一個是當年 就是被捕當年十多歲 現在就二十頭 有另外一個就是三十多歲 他都在一些法律機構裡面工作 其實這裡有一些細節 你說那個是黃店的 那他們為什麼要交出一些CCTV的片 做一個證據給警方呢? 還有那些片是什麼資料來的? 那這些資料是不是就令到 就是被控方變成一個證據 如果你的證據可以查到這些學生仔呢? 這些 那個的影片我沒有看過 那也都有一些原因 我今天是沒有辦法陪到他們上庭 所以我也是沒有看到那個影片 另外就是他們對於 其實我想 或者這麼說 他們對於那個影片裡面的內容 是怎樣去到 成為了一個很有力的佐證與否呢? 他們並不是著眼於這個 他們比較著眼的就是 好像是被出賣 就是他們有一種這樣的感受 就是這個我想 你給對家的人去到攻擊 就是你一定是心甘命的 但是你站在他對面 無論是言語上面 無論是怎樣都好 但是你說自己人 所以這一份就是另一個程度的失望 所以這個位置是對他們的傷害 是更加之大 至於他們除了這段影片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事情是能夠成為一些作證 是去令到他們去告他們呢? 這個呢 就留待之後再說 因為呢 以我所知 這件案還是有一個處理的程序 所以我現在在這裏說 會有些欺騙的 現在香港的處境就是這樣 就是我剛剛說的就是歌手莊正 他們參與那個 就是理官大學保衛戰 就是都是2019年的事 那三年了 他現在都有被判50多個月 我這一刻看到那個報道 就說他去參與 也都沒有看到報道說 莊正有做過一些什麼粗毀的事情 令到他們可以判50多個月這麼重 如果他跟普通人一樣去參與那個活動 那晚我猜 有10萬多的民眾 我猜一下 可能有10萬左右的民眾去參與這個 榮毅救救的行動 其實都有幾普通的 跟香港人一樣 那現在覺得是不是 規定都判得這麼重 我想看個案件的性質 還有你都要看一下法官是誰 還有有沒有什麼是 對於這一類型案件的一些指定法官 他們有一些特別的看法 這些都是影響過刑期的因素 另外我自己想 就有機會是 莊正他本身區域的人 有一定的影響力 就是會不會這個是 一些網絡上面的言論說 會不會因為你出名 就殺街警校 就等多些人以此為鑑 以後做些什麼都要三私一些 這個都是有這樣的可能的 但是這個確實的原因 為什麼這個多這麼多個月 包括為什麼少這麼多個月 我想反過來 那些指定的法官都未必答得實 因為他們是 他們是 以他們的專業去做出一個判決 現在是你的身邊 其實因為現在在香港的環境 就是法庭不斷地有些判案 抗爭者一個一個坐姦 你身邊的朋友 你知道的參與者 或者是不是都有不少 都是在這個處境 他們都是在坐姦 我自己呢 我們教會 我們不是什麼很大的教會 都是在Local Church 但是都剛好 其中有名的是會中 他都是在2022年5月份 就是5月上旬的時候 然後就因為在Telegram 就說有這個殺警 煽動嚴重傷害他人身體 這些的罪名 在當時就是被人抓了的 所以你說這些事情 其實是不是因為香港 在一些地面的抗爭上面的事件 少了就遞減了呢 其實都不是的 有些事情突然間 發生到自己身邊的人的時候 心裡就會有很大的感受 有個例子 我本身有個慈善團體 我們都找了某某銀行 就是一個銀行的副總裁 某個部門的副總裁 幫我們去安排慈善機構的戶口註冊 我們都很遲才做的 因為那次跟區議會有些合作 所以才做這個動作 一直以為都沒有 後來聊聊天之後 就發現這一位的職員 聊聊天之後 就開始眼濕濕了 他就說 原來當年的十二港人裏面 有其中一個就是他的同學 所以當我們一講到這些話題 有時候不是說多與少的問題 而是突然間真的抓到那個 如果是你身邊認識的人 你就會有很大的心靈的迴響 真的會覺得原來是這麼近的 所以都很不容易去掌握 因為你不知道你身邊誰在這場運動付出多少 所以我都跟他們說 現在身邊有一些 大家都是有良心的人互相珍惜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他曾經做了多少 突然之間可能有一天 就是他進去了 所以就互相繼續守望 繼續給予此鼓勵 這個都是我對身邊的朋友的血面 你有沒有說這些話 很容易會哭的 沒有什麼用的 其實你自己的處境 也知道你都操過艱 現在你的案件的進展會是怎樣的呢 你剛才你也說了 其實你可能是6000個2月份 就是鄧炳強說處理的其中之一 其實現在是不是都做好了一些預備 因為都是未知 不知道他處理的方法會是怎樣的 你自己也都進去了 就是被抓過了 現在的案件是沒有結束了 你剛才也提到 可能接下來2月份 就是國安局或者鄧炳強 要處理的6000個被捕的人士 之中你也是6000份之一 那現在的心態又會是怎樣的呢 是不是都要自己做一些預備和 或者打電一些輸數 或者都有可能 再進去這個機會 都是未知的這一刻 其實我自己就 因為這麼久以來 那些官司呢 贏就贏過 輸就輸過 監又錯過 所以其實各種的經驗都是有的 但是你說這一刻 我會不會預備好 6000份之一 都是會找我找數 這樣算 會的我想也會來信售 我都跟我的律師談了 那些律師肺有拖無欠 希望你不會再代表我 那當然我一直都積極去處理那些費用問題 但是我的律師也很好 都不離不棄的 所以變成了 有一些不同層面的朋友 在這個時代都選擇 在我身邊是不離不棄的 所以既然要面對的話 那我們就一起去面對 我覺得有些事情 我想在我身上 我不會去逃避些什麼的 總之好像一開始的訪問 有這麼多風險 有這麼多成 離開了香港 為什麼又不留在外國呢 因為我本身就是有一些 屬靈上 宗教上有一些的使命感 就是要服務 要去服侍一些 沒有人是可以幫到 或者他不想給一些其他的人去幫忙 但是他又會信任我 是的 就是我不會扔下他們這樣 所以你說六千分之一的風險 我想這個風險大家都 這六千多個人裡面都是有的 那我不覺得我跟其他人有什麼不同 那既然有很多人都是在這的時候 那我也在 那我又不會覺得自己有什麼特別的超然 還是特別的 有什麼要考慮什麼 是的 所以就 所以有一句話這樣說 齊上齊下 就不是口號 既然這個是一個信念的話 那不如我們實踐 那我們就 所有人都留在香港 哈哈 糟了 我要肉哭了 真的沒過用 哈哈 哈哈 糟了 我真的沒過用的 慢慢慢慢 這個是錄影來的 是啊 是錄影 哦 錄影穩妥 留在香港 你覺得還有什麼可以做 還有現在你有什麼打算呢 現在留在香港都是處理我自己的案件 這個孤自然要處理 另外就是協助其他人 處理他的案件 那 都有些因為社會運動的朋友 那就是 來了我們教會聚會 就是有些朋友來尋求 熟靈上 或者心靈上的 一些 一些的 追求 那我作為牧者 那當然也是要去 一起去努力 這裏 是不是 那 至於說去到 就是 以前和未來那個部分 這個是我 我都是今天 我在教會 講到的時候 都是有講到 因為我記得 Lucy給我一些問題 我看的時候 就是都看到很多的問題 其實我都很 家屬就輕的了 就是因為都親身經歷了 因為第一 不是作出來的 隨時都可以回答的 那 但是去到有一個問題 我看到 其實我都是覺得 很 很 很 要想 想到我今天 在教會講到的時候 都 都未想到的結果 就是 那條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說 回顧2020年 所謂2022年 那 但是展望2023年 真的有些什麼的 看法 想法 就是這樣 來到這個 其實我真的 回答你不了 其實 因為我在想了很久 其實 都 我們真的花了很多 很多的時間 很大的篇幅 去處理2019年 到2022年的事 我們花了很多的心神 好像 彷彿不記得了 要對未來要抱有 有盼望的那個感受 那 你這個問題 都發人心醒的 那 我也 我也要提一提自己 也都要提身邊的人 就是 我們除了要處理過去的傷痕之外 我們怎麼可以是 藉著這些 傷痕走出自己的黑暗 去 仰望一下未來的光明 即使現在這一刻 那個是 能夠看到光的那個 那個 那個距離 都依然是 未如人意的 但是 我們至少 是看到有 那個希望 不是說什麼 很大的目標章 要實踐 還是怎麼樣 而是我看到到 今時今刻這一刻 依然有這麼多的人 是願意堅持的時候 我發現這些 是光明的支柱 不是在我前面那裡 是讓我看到的 而是在我身邊的人 的心裡 讓我看到的 大家都繼續 是追隨著 彼此心裡的光明 是繼續向前走 縱使未來是黑暗的 但是我們繼續 依然是 彼此的 是守望 這個是很 令我自己都很大的反思 一個 你給我的一個問題 是 所以這個三年的時間 話長不長 話短不短 大家都經過了 一個心裡的一個掙扎 一個痛苦 三年的時間 其實去到這一刻 就想問一下你的案件 其實現在還有什麼 你還沒找到 除了六千分之一之外 我想還有一宗 就是599G 就是這個防疫條例裡面 一些限聚令的東西 就是在這個 以我記憶 是在6月4日 即是一些六四 某某週年的一些現場 我是去到 我是Free Hong Kong Media的直播記者 這樣 就在SOGO 崇光百貨那裡 就是被警員 就是突然之間上前 就是抓這個封鎖線 那麼我們就由原本 不是那個距離的人數的限制範圍裡面 就強行就被他們 組成在一起 一起開這個罰單 那麼我的律師就有個方向 就是覺得 其實這個做法 是不是違反新聞自由呢 這樣 就不是單是處理那個罰單 是否是合乎 他所講的規例裡面所講的去罰 就是他多了一個觀點 就是 其實這件事也是違反憲法的 違憲的 因為新聞自由 不可以這樣被干預的 還有因為工作中的 而且確實是不會 是不受那個限制 那於警員為什麼在我們工作中的時候 去開這張有機會涉及違憲的罰單呢 這個是很特別的一個觀點 那我就覺得 都很值得去看一下這個案件的事態發展 因為都 我覺得是在象徵一些東西的 到底是那個假面具早些被人撕破 還是有人還希望帶著這個面具去 去繼續去管治還是怎樣 那我也很有興趣 就是看那個結果 那去到 你想想一單599G的案件 可以由2021年的6月4日 排期排到去2023年的3月中旬 才證審 那你想想其實這些就是用來去到磨 去到磨我們那些的心理質素 或者是磨我們那個 神獸力 是啊 神壓的那個能力 是啊 它又不是有什麼告到你 但是一直搞著你 一直都讓你有些東西在身上 有些東西在心上 這樣 那變成了 我都 不過經歷了這麼長時間 我覺得 都 都挺有趣的這個過程 我覺得很期待我的結果 是啊 嗯 其實 我回顧一下 不要說 二年這個案件 其實2019年 就是我剛才說的 李公大學那個案件 其實你在這個過程中 都有不少的畫面 到你現在這一刻為止 你是不是都是記憶容信的 放不下 放不下 那當然 這個 李公大學的這一役 其實都 好 其實是很多不同的人 是用不同的程度去參與過的 我講個例子給大家聽 那我當時就被定罪這個襲警罪 去到這裡 去叫做 去到禮芝國收納所 坐牢這樣 那坐牢的時候 然後呢就有一個是 因為其他的 案件 我不記得他是什麼案件 的一些 一些大哥來的 那就是 他 他都有跟我說 他說 他說他知道我是社會運動案 進去 那他就很主動走過來跟我說 他說那天啊 我也有開車擺下雙水啊 差點啊 被手足呢 就 就打爛我的車的了 我都是擺下雙水的 他可能以為他是便衣啊 那些 那所以呢 就是很多 很大的警覺性 那所以其實 那 本人當年 當日呢 那就是 在做一個 前線的一個 基礎急救援 基本急救援 那所以 我去碰到 我去接觸到 李大一役的事情 也是 不足人的 那樣 那就是 那都是很深刻的畫面來的 那 因為我記得當天 有這個 我就沒有進去理工大學裡面 因為我在 在中大都 處理了一段時間 那都 都 讓自己的情緒 都平復了一陣子 那 就身體上 都真的需要休息 那到我真的 再去 去到現場 再幫到手的時候 就已經是 李大就已經是封了 那我就去不了 理工大學裡面 那 所以不用告我暴動 我不在裡面 那 那另外就是 那 那我就在七涵那裡 那看到有很多人受傷 那我就幫忙 那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受傷呢 那天 因為那天的風向 我記得那個風向就是 防暴警察那邊 就射了很多的催淚彈 剛好就是 吹向人群 那其實人群裡面 就是 當然是頭盔 眼罩 豬嘴這些基本的東西來的 是我們的 就是 Lucy 和我們這些 走得比較前一點的 但是那裡真的很多是街坊 和理非 那樣 那他們就真的沒有這麼多這些裝備 那變成很大量的人 就是 受傷 需要 需要一些的 協助 那我都照發揮我的功能 那 都 一直在七涵道 一直走 一直走 你推 我推 一直都是這樣 然後就 走走走走走 終於都看到 理工大學 那有一幕呢 就是令我 是 很感觸的 就是 我們都好像 好像 看到 我們要去的地方 那樣的了 那理工大學裡面 就有 五 至七顆 這些 手提電話的 燈 那他們就一直 向著我們 揮蒙 在理工大學裡面 向著我們 外面的人 讓我們當時 在一些現場的人 其實 那個士氣已經是 大敗的了 因為那個風向的問題 OK 那 就是那幾顆 動一下動一下的光 就令到 在現場的人 就突然間 喊起一些 的口號 那我就是很記得的 那就是 入波裏救手足 那這個就是 當日一個很特別的 口號 那因為其實 整場的社會運動 可能有很多的口號 大家會很異熟能詳 但是 入波裏救手足 這個是真是 當時 才是有發生過的事情 那我 小弟都 叫做 有什麼榮幸 曾經 置身於 這一類的人海裡面 那我就 你問我 有沒有一起喊 那我就喊不出 因為那種的 那種的 氛圍 那種的氣氛 其實是 令我 那個人 是很 很感動 也都很 為什麼大家 三不識七 為什麼大家 可以因爲一些 的新聞片段 就走上街頭 來到這裡 被一些催淚煙弓 都已經是 都已經 個個都頂不住的時候 就是那幾顆手機燈 就令到大家 士氣又重新回來 然後在後面 也有人大喊 不要走 不要走 裡面有人要救 真的看到 他們 似乎在他們的口號裡面 所說的 要救人 所以 那天晚上的感受都是很深的 這個也是 本人曾經親眼所見 在七銜島的地方 其實你覺得2019年那一場運動 如果現在去回顧 其實你覺得有什麼 得逐呢 對於你來說 我想 2019年之前的香港人 都是國家自掃門前說 比較大多數 很少說 別人的兒子會很關懷 但是2019年的時候 真的人家的兒子可能比自己的兒子還要重要 有時候 去到某些程度 或者人家的朋友 比自己的朋友還要重要 比自己的朋友 人家的父母還要重要 比自己的父母 真的很多事情在那種很獅子山精神 很港人那種同舟共濟的精神 在街頭上面 的確這個是贏回來的東西 你想想我們在2019年之前面對的 當然都面對過幾次的社會運動 但是我們又面對很多生活的壓迫 樓價的高期 物價的通脹等等很多事情 都不得不讓我們先顧著自己 錢不是問題 有問題是錢 那時候的情況 於是大家就是 我自己的感受 純粹在屬靈性上 有一個這樣的表達 曾經我們被物質的世界 規範到 我們真的都成為了某一種奴隸 但是2019年 完全是有一種很特殊的聲華 是一個人與人之間的那個靈性的集體的聲華 這個是我們贏了的東西 當然有些人看不到這種聲華 他們會說 你是死蟑螂 死黑暴 OK 周圍打爛東西 他們的視覺只看到這些東西 都沒有辦法的 所以 都不怪他們的 他們沒有辦法參與在這種的聲華 或者那種的感受 是一個遺憾來的 但是都不要緊 我想香港絕大多數的人都會表態 至於現在 多少酒 多少流 多少是怎樣 我想不影響2019年當時 我們曾經經歷過一些 種種的小性的情景和畫面 都是那種心靈集體的聲華 是很誇張的 這件事 現在會指都過了三年了 其實你覺得這種的感受 是不是依然還在不少的 就是你說過大家一起的聲華 那些香港人的心裡面 這一刻你覺得 我剛剛吃了一家黃店 我剛剛吃完這家黃店 我正正就可以回應到你剛剛的問題 這家黃店就是由Paul 在裡面的一個手續 在天橋游省下降 坐電單車走那幫人的其中之一 他也沒有戴手套 手都爛了 一下去的時候 他為什麼要無端的 我今天沒有 我就剛剛去吃了 吃完回來做你這個訪問 差不多 都跟老闆娘 老闆聊天 他為什麼會開這家黃店 在這個這麼逆風的時代 又要安心出行 又要這麼多防疫政策 雖然現在沒有了 那為什麼他都在這麼逆風的情況下 去開這個小店 因為他很相信隨時都有下一次 而他也曾經在這些黃店 小店裡面接受過協助 在裡面吃過東西 換過一件乾淨的衣服 所以到今時今日 在這麼逆風的情況下 他都選擇去開店 隨時準備好 他的狀態 有幾多人好像他這樣 仍然是實踐著 仍然是很希望 曾經別人的抱負 變成他的抱負 這個不一定是很多很多的 但是我想這個是一粒種子 我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形容 這粒種子是中了 我們很多人的心 不只是香港人 我們香港的這個事件 其實影響了全世界的人 對香港人的看法 至於什麼時候 在什麼的氣候下 這種的氣氛 要令種子萌芽 這個我也不知道 但是種子會萌芽這件事 就是一個 幾無可推諱的 將會是一個現象 祝福你啊 祝福你啊 金牧師 祝福這麼多位看中國的觀眾 這麼多位仍然秉持良知的人 好啊 多謝你 謝謝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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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說這些話 我很容易哭的 哈哈 我真的沒什麼用的 是的 我可能又剪了它 我有剪了 嗯 沒事 你說一句這樣的話 我會哭 哎呀 真的很累 哎呀 真的對不起 不要緊 你再說下一句話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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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